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见没有跳出大强度的舞蹈 身体还是有一些酸痛 感觉有点像回到了小时候每个寒假过完回去学舞蹈 感觉 然后感觉还是时间太赶了 有好多的编排啊动作啊可能没有那么好 今天晚上要突发速度大分钟啊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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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真不好意思 因为我在那边待了快半年 我只对那一个小园区有一屏点概念 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 完全没有去过 所以都不太熟悉 真不太熟悉 但是时隔快培养了 很棒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有点神奇 有点奇妙的感觉 人家会不想到自己刚上岛的时候那种感觉 然后还很冷 然后那个时候 反正我觉得到了才会有这种感觉 这还是挺神奇的 然后想再看看两年后的那里是什么样 那肯定是要住在以前这段的地方了 大通铺这个印象太久了 因为我刚进行那会儿 主题曲的前妻可以住在海景房了 但我好像第3天第4天我就搬到海景房了 然后再也没出来 我也太忘了就是大当铺的感受了 好像是当时有点长一点点 但是海景房就能不错了 对 我跟男男两个人住 然后呢 我们几个有单独的特殊 就是他们可能是100个人有几个领域的 然后我们7个人有两个领域的 然后射所也是给他们的 他们呢就可能比西法这人只有两个领域的 大通铺这批感受的话 让我感觉就是很大 然后海景房呢 好 不录了 不录了 立马关掉 不录了 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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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必要对吧 对 那个现在不必要比赛了 我们过来大当中是为了对 我们是Rise 对吧 我们就是Rise 我们不是创造营选手 所以就没必要躲那一套 如果也付给你们特别好的伙食 你们还会飞演计划吗 非呀 那一定非 虽然之前我在创造营没有体验过这个飞演计划 但是这一次我一定是飞演计划 等着头牌上升 那我一定要走去带点吃 那不行了 那不吃东西 干不了活 太累了 那之前其实伙食也还可以了 如果可能太久没有出去吃零食了 所以这样可能我先不可以 然后呢 这一次呢 我觉得可能先体验一下 最后我们还在吃 那如果说到零食和美食 的话你们就在想体验什么呢 请到海边嘛 然后其实一直没有去那边的海边 一直好好地去看一看走一走 然后我超级想的就是 海边有没有那种海鲜自助 海边的那种海鲜烧烤 然后你坐在那就可以吃了 其实我特别想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呢 你就坐在那边 然后烤着海鲜 然后看着海 然后看着太阳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我去那山体验一下这个 还有其他的就是落地之后先去按摩 太痛了啊 太痛了 太痛了 脖子好痠 脖子好痠 如果可以有些时间的话 就去按摩摩 首先呢 现在 来到我们大通路的地方 这边原本都是一些床 各种各种的床 走过一百多张床 对 然后呢 这边呢 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小的更衣室 然后呢 这地方呢 是我们的屋间 现在是有其他人了 现在放器材 但以前这边呢 是放一些衣柜之类的 然后我们也会在里面玩一些狼人沙之类的 然后这边大空气 然后这个原本也是一个挺好看的一些小屋 在这里面不知道谁住的时候 可能想过要被倒是住吧 然后这边呢 是健身房 是一个小型的健身房 然后我们会在这里面健健身啊 运动啊 翻手腕啊 然后这边都是便室啊 然后我们平时都会从这边上下电梯 这边呢 这边晾了衣服的地方 这边是我们的厕所 对 我们会有人带个衣服 咱到这儿了 这边呢 有没有这些图子我都忘了 但是这边原本好像就是 就是拍吃火锅的地方 然后 对 好像到这儿开始是一堵墙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了 这边就是海景房了 就是我们今天的阳光海景房 然后呢 对 当时就住在这里 然后 藏手机 我当时藏手机藏这儿 平时呢会藏在床缝里面 但是每次要大家一块走的时候 他们要过来检查的时候会藏在这儿 想离开我的脸颊 呃 就是当时是没有男女厕所之分的 因为就只有我们所有男生 所以男女厕所都会上 然后这地方呢主要是空间比较大 然后我会 锁起来 又走起来 等会儿等会儿到一个厕所给我们示范一下 然后呢 嗯 然后 或者是平常 会藏在 这里面 对 这个柜子后面是一个空的 也是后面才发现的 让大家都 基本上都藏在 然后 我也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空间 你们看 这底下是一个空间 哈哈 我的盒子 盒子还差不弯呢 当时我就是 因为之前他们就是藏在这的时候 手机放在底下 够不出来了 然后 所以只能站上来 然后去够它 然后后来我就想办法 我就拿一个盒子 然后把手机放进去 然后呢到时候需要的时候 会拿那个衣服的架子 就是撑衣架的 把它再给捞起来 对 在这里面 盒子还在这 天哪 两年了这盒子 我当时住海警房 然后这边呢 当时都是没有打通的 这边全是 这边全是 这边全是工匠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看不到 我也来看看这边 反正当时这边全是画画草草 厕所就不失眼了 厕所当时呢 就是我第一次藏的地方 这拓来大家都藏在这里 第一次藏的地方就是 厕所里面会有个洗澡间 洗澡间上面有个就是 烧水的炉子 然后呢 最把手机放在那盒子上面 然后拿板凳踩 最深的地方就是这个海警房 因为我是基本上从开始就一直住在这个海警房 对 然后呢 基本上都是跟男男就住在里面 像最深的是 应该每天晚上 会有一些好朋友到我们屋里来 然后我们不聊天 然后或者是我跟奶奶相像气 这应该就是 当时定不了闹钟的 我说的是我们当时在文大公馆里面住的时候 有人他会定闹钟 定好多好多个闹钟 就因为起来跟他排练之类的 但他不起又不敢闹铃 就给我想的太难受了 因为我听一个闹铃就会醒 他需要很多个闹铃醒 会帮我闹醒 然后我就把他手机开锁 然后把他闹铃都取消 然后到点了 再加他我们一起去上班去工作 第一次在文大人拜托的时候 没有发挥好吧 然后之后的每一步可能都因为那一次 然后变得不一样了 时间过得好快 会有一些触走到自己情绪的地方 然后 不知道这次来之后 下次还真的有没有机会说我们11个人再来 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会不会再来 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这里 会想到很多的事情 然后也会想到很多的东西 就希望21岁的自己在之后能够更加努力 然后能够有更好的作品 然后带到给大家 不变的地方可能是一直都想做一个专业的人 作为一个质感的艺人吧 变的地方可能就是身材 心态吧 对 再参加一次的话可能会稳很多 看烟花 看烟花 跟兄弟们一块儿回酒聊天 没有 有能带走 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儿 因为放在这儿的时候 每天回来还能看见他们 因为毕竟我还是得往前努力出发 这房间这里面的什么美事 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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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线最开心的事 最开心的事就是国王公演结束 就是我在天台没有因为名字而哭 而是因为大家写的信而哭 和因为公主约而哭 晒着太阳在公路上睡觉 国王 赚钱了给家人买东西 都还好对吃的没有太大的追求 在营迹的时候除了信念和镜头上 没呈现的一个方式还有亲战吗 家象棋 镜头先好没有呈现 还记得洋方法的趋势吗 周震南马上被人见不敢上 问我去不去 我说我不去 我说你是不是怕 他说他不怕 然后我说那你自己去 他去了 去了之后 上完之后 我就準備速度快速地跑到门口 然后慢慢停下来 身呼吸我们耽笋气 我说你还怕 我说没有 回忆真好 兄弟们坐在一块真儿口 每天也没有播出来 我对着天空喊了两句 摸弃少年穷 莫福少年勇 别哭了 好好努力吧 中文字幕——YK